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共同握手 民进党党主席选举辩论会 开场就嗅到浓浓角力震 曾抨击苏贞昌不顾大局的 许姓良怕被做文章 不顾中间已经卡了 苏焕志和陈局 硬是要和苏贞昌握手 但一开口就把炮口对准 苏贞昌 字字句句都是冲着苏贞昌 苏贞昌被安排在中间 四位参选员都把他当假想敌 持续出招对他为教 但是民进党主席没有债庭 好处理厄比较底下的问题 民进党真的刻意困练 不论你是主党 无法党 也是主党 对谁 我们都爱做这位 不能够相批评 全国只有一个人可以做 他叫做麻烟救 这是宪法的总统馆 他把都处标识 他无可怜 所以我们如果建议一遍 就去世民一遍 这些不是世民 这些是总统的一款 但是也是总统的责任 想获得比明支持 五位参选员对特赦匾 不敢公开反对 至于大陆政策 也是辩论会焦点 民对世界 民对中国 民对中国 不是说我们选辞了 所以我们人中心 属性就没办法 人基本贷款就没办法 不是 我们延期我们的台湾共识 两岸政策一样是民进党照门 但多数参选员却没多琢磨 苏政商知道自己是剑靶 姿态放很低 唯一一次提问机会 甚至主动放弃 想营造团结气氛 不过两岸与透射别的态度 恐怕才是民进党想执政前 广大选民最关切议题 这是李嘉远 台北高雄 综合报道 好 现场的几位来宾呢 昨天有的人是够渐看 有的人是整场看 看完到底有没有睡着 好 先来看到资讯媒体人刘亦宏 大家好 资讯媒体人郑诗诚 大家午安 资讯媒体人庄齐铭 台下午 前民进党立委郑予宇宏 午安 好 委员请教一下 很多人昨天讲说 看了看了被杜估 你是有全程看吗 我当然全程看了 没睡着 这是我的义务啊 我还是打开 他一定要看的 勉强眼睛拿牙签给他撑的这样看吗 昨天这个段宜康委员 还在脸书上讲说 这样子第二场第三场 还要再给他变下去吗 有人要看吗 还需要吗 你觉得呢 我觉得段宜康委员这种态度 可能民进党里面的感受会不太好 就说他毕竟是同党的竞争 选党主席 他不是说候选人的竞争 就是我要选总统 我要选市长 当然大家主张是不一样 民进党跟国民党就不一样 那同党人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你要硬挑不一样 然后互相公结的话 这不是党内选举需要的啦 所以段宜康讲点风凉话 奥拜也段宜康被做动作 你看看你自己 需不希望别人这样对你 所以我是跟段宜康讲说 幽默到此为止啦 但是你说如果以党内选举的话 事实上不是无耻 但是我也必须要跟观众朋友讲说 如果昨天有看那场 政见发表会而不是辩论 然后你觉得蛮无聊的话 我在这边跟你抱歉 真的要抱歉 你又没有站在台上 你不用跟大家 如果今天是其他政党的 党内的那个主席选举 我相信也是这个样子 毕竟他是同党的选举 他并没有录意见啊 意识形态差别那么大 或者说你死我活这样子 他不是当作选了一个 我就无葬身之地嘛 所以党内选举的辩论会也好 政见发表会也好 他的精彩度本来就如此 而且是第一场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五位候选人 虽然已经各自的表现了 也各自发挥了 也都发挥的还不错 但是跟他们这个一个月来 他们在媒体上讲的内容 大致相同 就第一场大概就是到这边为止 不过你可以发现说 也可能是有些人说是气势上 跟胜选几率的关系 造成好像一个人跟四个人不一样 但是苏贞昌跟其他四个人不一样 对我的观察是基本上 苏贞昌是跟现在的党中央是一样的 其他四个人是跟现在党中央不一样的 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扁岸 扁岸陈菊在开中常会的时候 他已经决议了嘛 现在我们就是主张 然后力挺沉水扁的保外就医 希望他身体健康 那特色的事情 大家要共同一致 没有新的决议之前 大家就要一起走这样子 然后要团结 不要互相攻减 那其他四位就不是这样 那其他四位还是民进党党员 所以有些人会在民进党里面的人 会对于苏贞昌的态度啦 或怎么样 比较倾向于去赞美另外四位 其实他们相对来说 就是他们反对目前党中央的决议 那这不是很怪吗 现在党的决议跟现在党员的意志不太一样 这也就是民进党里面 还有一些议题是不能够这么清楚的 上台面去讲清楚的 因为不是我当党主席全部都要听我的 包含两岸的问题 这才危险 所以我再深化一点讲说 譬如说很多人期待说 两岸应该是这一次总统大选的关键因素 那为什么没有提到呢 你可以想想看 也是一样 其他四位讲的两岸的主张 态度跟弹性都有 但是基本上他们跟蔡英文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也是不一样的 蔡英文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还是基本要考虑到民进党的党纲党章 跟大家的看法嘛 也有独派的 也有现状派的 对不对 那就是那种状况就是 一个党主席 如果你真的当上那个位置 你还是必须要一个稳定的进步的状态 你不可能像许姓良 大选都要这么大担 大选都要这样去 那个心中倒不掉了 所以许姓良当然他的主张也很清晰了 也讲了好久了 有的讲了20年 有的讲了两个月 但是他在这一次的表现里面 你也不会让人家眼睛一亮就是因为 这就是党内事物 不太可能说一步到位 大家也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弄得好像剑拔弩张 然后老死不相往来那个不公代田那个样子 所以再一次说 如果大家觉得不好看的话 还是请见谅 不用当心 你就要站在台上 你就要站在台上 不过教授 刚才委员也提到说 这个基本上大致相同 很多人说了无心意 你也是这样觉得吗 他不是了无心意的问题 就是说 英文如果再这样讲下去的话 民意党就是会 让我回到我觉得以前的国民党 慢慢来啦 老旧老调都没关系 我们大家和谐就好 你都准备戳开啊 对不 民党那时候形象为什么越来越好 台独党刚刚通过有很多意见 后来记不记得大辩论 台湾前途结议文 大家出来厮杀 那时候杀了凶不凶很凶啊 杀完了又一个新的共识形成 台湾人民觉得这个政党是可以广纳各种意见 找到新的方向的 大家支持他 民主进步党第一次党主席辩论 我是施明德代表 杭志士许信良的代表 第一次办大辩论是我们促成的 觉得你任何政党要选党主席 要出来讲话啊 那时候辩论精不精彩 当然精彩啊 路线之争嘛 不要怕什么尖拔 奴章 那有什么关系呢 谢长廷跟苏生章选 总统初选的时候 有没有杀了那么凶啊 选后还不是结合在一起 所以党本来就应该大鸣大放 意见要讲出来 如果说今天民主进步党已经 堕落到沉沦到说 大家和谐就好了政党 那你就是告诉台湾社会 你不愿意把你要走的路线讲清楚嘛 你要居打模糊的战争嘛 小英说书最后一理路对不对 最后一理路在哪里 你们这些要当党主席的 不是要带领民主进步党 拿回2016拿回政权吗 那你最后一理路你怎么做 没人说啊 所以我说这个辩论没有重点 在这个党要怎么走 没有方向嘛 你看到方向吗 再来没有志气 你没有好几个没志气 许进梁说 2016就是怎么样 蔡英文选总统 靠兄党主席 你对自己没信心嘛 你当了党主席之后 应该带领整个政党 对不对 打下很好的战机 你不是说当初拿了十个县市吗 对不对 好的战机 然后在作战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又找出来新的又好的战将 三国时代 怎么找到赵子龙的 对不对 找到好的战将 有没有可能这个人可以代表民主进步党 打败国民党 你应该广纳天下英才战将进来啊 什么一定是蔡英文 没志气嘛 苏范智也是没志气 什么自己不选2016 你如果这个党带领的好的话 经营的非常好 为什么你不选2016 任何人都可以选 那个人是代表民主进步党 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的 我们就让他出来 这才是党主席的气势跟气魄啊 我说老实话 他们在说那 跟他做我们比赛啦 当初民主进步党第一次辩论的时候 习近平的路线 那个生命的路线 多清楚台下掌声如雷 大家买那个门票不够 办了三场门票不够 为什么 每一场都有重大放 提问的时候提问到很尖锐 这才是要当党主席的气势 那时候民主进步党还是小党 对 现在民主进步党是已经执政过的政党了 不会去思考说利用这次党主席辩论 欲火重生 把党的问题找出来 都要过来过去 难怪 连基本的怎么样 可看度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士田兄如果昨天他们讲了这样子 澎湃这样的激昂 然后有重点眼睛一亮什么就不会睡着了 对不对 不会我跟你讲 倩林我本来以为民进党这一次出来这样五位党主席 连五中一都跑出来了 我会认为说是一场非常精彩这个政策路线的大辩论 对不对 可是昨天这么一看 真是后来我就转台了 你知道吗 我要跟这个校长讲一下 以前民进党的辩论 因为大家唇枪舌债 所以大家激发这个共识 最后形成政策 那个答案没有 这次啊 对不起我的结论是 大肆抵定大家行礼如宜 后面两场可能异附如此 所以现在呢 当然选个党主席倩林 选党主席啊 跟选总统不一样 18万党员啊 他们的需求跟全国的需求不太一样 今天我举个例子 如果党内政策 讲得太清楚太开放啊 可能会积极 我认为啊 那个反中的本来不出来投票出来投票了 本来掉就没掉 那就别为什么形成共识 因为党内认为说 很多人认为说 就别就是你们该做的 那至于这两个 这票包括一中 包括就别 最后 你如果真的当党主席 按照现在的一个决策模式 然后在选中的时候 是这样推的吗 我相信绝对不是 因为两个状况完全不一样 那我要讲的说 如果说后面两场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啊 倩林 我觉得还是不要转播好 你赶快上段言康的脸书去按一下 因为其实他们党内派系的整合差不多完成就剩几股势力 除非是现在三卡都 就是这个 正确路线是什么 他们没有形成共识 包括蔡英文就是选总统 他两岸政策的路线 他也不晓得国家要带往哪个方向 他不晓得什么破解 马英九的不同不独不无 所以他既然没有路线之争 我主张路线 他难道有人跳出来说我主张台独吗 没有 那你现在主张台独 你下次总统大选怎么选 因为你讲过的话会留下痕迹 他们现在是不是路线之争 而是权力之争 这些人说要争权嘛 没有 原因没事情 那我弄个党主席来干干 我弄个党主席来干以后 不管是04年的或者06年的 我对这个提名都有决定权 扩大我派系的势力范围 所以他们都是权位之争 许新良 唐主席也干过了 你现在又回来当党主席 你自己知道没有希望 所以把蔡英文拉来当电辈嘛 说我支持蔡英文 你没支持蔡英文 就来支持我 变成这样子啊 那苏贞昌 他为什么不发问 因为他是最有希望成为 2016总统候选人的人啊 他不希望我这次因为选党主席 抬到杀了血流成后 到剑谷 那以后他党主席要怎么整合呢 所以每个人考量的 不是我党的方向是什么 而是我下策的怎么保我的权位 所以为什么难看 原因就在这里 那委员刚才你讲说啊 如果你刚刚一直在那边道歉 对不对 然后说如果以后 对英康委员他自己要出来 要辩论的话 怎样怎样怎样 他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我们看看这个年纪啊 民进党主席争夺战开战 这简直是 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 2008年的时候 刘兆玄内阁 那时候大家说万万岁啊 年纪一个比一个大 平均65岁 我告诉你 昨天五个人加起来 平均68点几 我忘记了 反正已经快要69岁了 最年轻人是57岁的苏焕智 接下来是 65岁的苏贞昌 然后71岁的许姓良 73岁的吴荣毅 跟77岁 快80的蔡同荣 有没有终身代 有没有轻壮派 怎么回事啊 民进党发展到现在就是 如果面包上的数据叫完熟啊 这是完全成熟的一个政党 所以一个完熟的政党 你有百分之四十几的 稳定的基础 那你就会变得安逸于现状 这是一定的 如果民进党是连续 打败200多万票两次 那我相信现在年轻人会出头 因为领导的那个 成熟的领导人那一代的话 他们会觉得说 我应该要退掉 那现在这一次还好 所以并是输80几万票 大家认为还有希望 蔡英文说最后一底度 所以会造成说 这个党是倾向于稳定的 所以找一个党主席 他希望说 我对这个人 我看过他的经历 我知道也算 他也会服选 我相信你的能力之后 我希望你能当党主席 而不是一个冰斗的那种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大派之后的 希望是改头换面 未必是脱胎换骨 不是那种状态 所以你会从 这几位都是相当有分量的 有背景的来选党主席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像苏焕智他认为他是终身代 但是我觉得很可惜 他没有让人家感觉 那种终身代的一个 气势跟期待出来 为什么 其实因为他也当了很久了 民意代表跟县长 所以他的年龄上也好 背景上来说 也不符合那种 焕然一新的那种期待 那蔡英文过去是因为 他从政资历太短 所以他还会 其实他年纪跟苏焕智是一样的 所以世代不是用年龄分的 而是说你这个党在这个时候 大家气氛上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 所以在这个气氛之下 有这些 辈分很高的人出来选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我自己也模拟过 我来选会怎么样 我当然知道会很惨 但是如果我知道会很惨的人 我在里面 我的议题会比较符合观众的口味 因为我不会做前瞻性的说法 我会做回顾性的说法 那会比较精彩 那回顾性的说法 就是路线的争议 就是说为什么 我会认为说 不分区不该这样提名 有战斗力的人 蔡英文不该放在 不该放在部分区里面 在那边享受主产 而是应该到地方 经困选区里面去打拼 多5000票 蔡英文又多了5000票 应该这样才对 那现在这几位敢讲吗 不能讲 因为他以后会当党主席 我不会 所以如果大家都 往前瞻性去想的话 其实那本来就不会太精彩 因为都是一些愿景 政策 理想 但是如果你真的认真下来 回顾这几年 民进党的小败跟大败 你会发现说问题很多 那要不要揭开来面对 还是说你当党主席之后 才去处理 我认为大家选择是 我做了才说 那你只是看看说 大家心里有数 到底说谁比较容易把事情做好 把党走到一个 还有战斗力的地步 所以我认为是这一点的问题 所以大家如果要讲说 真的路线有问题吗 其实不然 我们这次觉得主张最 大家觉得最突出的 或最不一样是许信良 那许信良他主张什么 他完全主张蔡英文路线 对 那蔡英文路线是什么 如果蔡英文刚卸任了 你主张蔡英文路线 就表示这个党路线还在延续 没有争议啊 那其他四位也没有说 我要反对蔡英文路线啊 所以本来路线就没有争议啊 那两岸问题好了 两岸问题到底 是不是这一次 2012总统大选 输80万票的关键 我们党的报告出来 好像也没有这个 也没有这个结论啊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路线的争议 可能还是这个党主席上去之后 你去做个民调 或做一些调查 看看说民进党的选情如何 如果认为这是个灶门的话 才会展开路线上的辩论跟讨论 而不是在党主席选举里面 不过昨天有另外一个争议 就是很多人都讲说 这个是一强四弱嘛 强的就是苏贞昌嘛 说昨天会不会什么四打一啊 结果昨天没有发生这种情形 连这个苏贞昌 他该出招的时候 校长他都没有出招 他应该交互啊 交互要交叉质问的时候 他都没有问 结果呢搞了大家一副 这个大团结和谐的样子 结果搞了蔡同荣讲说 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 这我等一下再回应 我先回应一下 这个运奉的说法 这个如果民进党 国民党以前 第一次丢掉地方三个县市的时候 如上考评 大大检讨 检讨到最后呢 检讨报告呢 检讨报告是 讲得不清不楚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嘛 所以后来国民党的江山 慢慢慢慢丢了 每一次检讨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还要做民调 民进党关起来算 你打仗打到这里 你还不知道你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民主进党的报告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政党怎么会有前途呢 一个公司亏钱了 那负债了 经营不散了 说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做民调 你们是政治专业人士 这个政党这些政治专业人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就要关起来 第二 看到这些连口 又让我想到以前的国民党 以前国民党是 这个做完那个做 那个做完这个做 所以没有年轻的人嘛 大家排之论背嘛 蒋经国让马英九 变成中央党部的副秘书长 今天国民党才有今天 所以马英九上来以后 是把一些中生代都带上来 现在如果下一届的国民党党主席 还是下一届的总统候选人 国民党有没有很多人 现在都还是这些人 这些人在那里的时候 就会把很多 在中壮时候有机会 像柯林顿这些年轻人 可以出头头的人 被压在下面 你们本来早就可能 都是现市场育秀的人选 你也可能本来是台北市场的人选 被排挤在外 因为这些人站着 好 昨天苏天唱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聊 谢谢大家